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啊 这一次的话我们继续给兄弟们解说我们周三的一个建会的一个比赛 周三建会的比赛的话 观战番的话 呃 女儿村第一手直接用了一手金星啊 轻轻看风 然后的话 还是对吧 挂中了一个小屎丸 给兄弟们先介绍一下两边的一个队伍吧 对面的话是我们生日快乐的一个 生日快乐的一个复战队啊 观战番的话是我们钓鱼岛的一个复战队 生日快乐的话也是一艘鸟阵极限大克我们观战番的一个虎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比赛 呃 这一把比赛的话 炮哥觉得对面的话 从这个阵法上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对面对吧 这个阵法的话更加厉害一些 更加适合于我们的一个国标的一个体系啊 毕竟有一个风系艺术 有一个法系艺术 还有一个物理艺术 所以说的话对面的话应该会比较厉害一些 看一下观战番 生日快乐 第一把倒不倒 第一把如果没有倒的话 这个比赛就不好说了 生日快乐一把满分路 OK 这边艺术 对面女儿春有艺术那还行 没有打出163 没有打出163一把砸起来 把观战番的一个生日快乐 那对面的话取得了一些些小 稍许的一些些的一个优势 这边的话继续点对面的一个艺术女儿春 大弹官府 我跟你说单少加上有包包 小死丸又是没有挂中了 那前期的话连把小死丸都是没有挂中了 大弹官府的这一把也没有挂中 女儿春的这一把也没有挂中 女儿春在有个繁育圈 大弹官府被翻下之后的话 山下还是没有那么高 我们来看一下山上有包包 派一下 2400 还得有两个 有贴 还得来一个 那预计很好 三个全是恶包 有第四个 第四个也是恶包 那预计很好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对面化身 怎么把这个人心给叠起来 化身叠人 叠人心特别关键了 好吧 现在的话 复战的格局的话 也是以一个 跟兄弟们说一下 现在对吧 2022年的一个复战格局的话 也是一个以 酸风酸秒 酸法系为主 然后的话 大弹国标为辅的一个阵容 所以说的话 现在很多复战的指挥啊 都在练一首国标阵容 国标阵容的话 也是孟晚西欧 对吧 最开始的那一套阵容 就是大弹地府啊 女儿春啊 对吧 为什么叫国标呢 就 对吧 最古老 最古老的一个 比赛的一个 方法就是 对吧 点人的这一套国标阵容 就 孟晚西欧 其实就只分为两种阵容 一种阵容就是国标 一种阵容就是 酸风酸秒 就是 就比较主流的嘛 就差不多 什么 司徒佛配一个 法系啊 对吧 对吧 两个法系啊 就 对吧 一种就是打点杀的队伍 一种就是打面杀的队伍 还有一些非主流的队伍 我们就不谈了 什么毒啊 对吧 什么咒啊 就那一些的话 就没有这么主流啊 就说的话 现在 比赛的进度也更加快了一些啊 就没有女拔木之后的话 两边都没有带女拔木的话 对吧 比赛的进度会更加快一些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比赛 继续来看一下比赛 对面拿起女儿村 观战方的话 女儿村强控对面的一个化身啊 不让化身叠人心 按道理来说的话 女儿村控化身是不太好控的呀 因为女儿村的话 本身的门派是 女角色啊 女角色我觉得控化身 说起心里话没有那么好控啊 我觉得对面这个队伍的话 我觉得 打国标队伍的话 地府拉一把鬼眼会不会好 好受一点 地府鬼眼的话 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开封的一个几率吗 对吧 我觉得开一把鬼眼效果会不会更好 更好一些呢 就如果说在没有点人的一个情况下面 我觉得对面可以开啊 对面现在这个状态 对吧 不怎么好的情况下面 对面可可以开一把 对一眼 我们来看一下对面地府怎么操作 对面选择打关辉 对面选择打关辉 这边的话可能 对吧 先出了一个归宿啊 先出了一个归宿 女儿村的话 这个血线的话 肯定是保不住 第六回合化身叠了两把人心 这个的话直接卡了一手五能单 怕关战方 对吧 给对面来一个 小死丸 就说话说的话 那关战方这一回合也没有点对面女儿村 对面这个女儿村的话 对吧 一个五能单的话 那下一回合动不了 这很尴尬 OK 解化身 那化身的话 还是要 人心去活一下 女儿村 女儿村的话 自己喂的五能单 反正就只有两回合 OK 对面的话地府七塔 活血活女儿村 还行 对吧 活一把 三成 差不多 OK 那 差不多到第七回合的时候 两边的话又达到了一个军事啊 就对面的话 应该都能缓过来 就 也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直接点对面的一个 打探官府啊 要压低打探官府的一个血线 就对面的话有点 怎么说呢 对面感觉有点不太好 对面有点不太敢点人 知道吧 就对面这个队伍 其实说 就对面这个 为什么国标队伍要开 开一手鸟阵呢 就鸟阵的话 你要么就会有风系速度 要么就会有物理速度 你反正就会有一个 就对面这个队伍的话 其实说句心理话 硬件也不差 大团官府拿到了一个物理的艺术 法系也有速度 对吧 女儿村也有个风系艺术 按道理来说的话 大团官府 对吧 敢点人 少观战番的一个大团官府 观战番连很少的机会都没有 对不对 而且两边点法系的话 对面法系先出手 就说一说观战番 对吧 法系都不一定能出手 那下一把点大团官府 太明显了吧 下一把观战番 大团官府要出宝宝 对不对 我觉得如果我指挥对面的话 我觉得有 有 有机会啊 可以可以去做个副指挥 女儿村吉他 对吧 水清 保大团官府 不让小死丸丢中 我觉得可以点 即使小死丸没有中 也要压低你观战番 大团官府的一个人物血线 我们来看一下 对面起干将 干将我觉得 没这个必要吧 我觉得起干将 没有这个必要 观战番的话指挥 也是打的特别好啊 女儿村水清 我们的一个 大团官府 对吧 有一定的看风几率 然后的话化身 渡战金生 保一手神木灵 那下一回合 对面大团官府可以点的 点女儿村也行 说句心理话 OK 大招 女儿封女儿 看一下 对面点 点了谁 小死丸 哎呦 小死丸挂的是我们的一个神木灵啊 神木灵有渡战金生 加163可能还有神用武器的情况下 为什么要选择点神木灵呢 可能还是情依三叠点的 脚下有塔呀 兄弟们 就没有情依三叠 那你可能连渡战金生都破不了啊 这个选择的话 OK 大团官府的话被贴 没得血了 大团官府走得轻轻 哎呦 这观战番 这两回合的一个 反点人的意思非常好啊 情依三叠 情依三叠 打出渡战金生 对吧 打出渡战金生 163还没有碰到 OK 观战番的话 那神木灵也是一把满分路啊 这一把神木灵可以走近啊 对面大团官府 回线闪两回合 点对面大团官府也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对面女儿封 这一把说句心理话 对面女儿封有点怂 自己先起个盾 我们来看一下观战番 女儿封有效 对面地府一抓 抓出193 小死丸 小死丸直接点对面化身啊 我 观战番真的凶残 他小死丸直接点化身了呀 就对面 就对面应该这一把 应该可能宝宝都有贴大团官府啊 看一下对面宝宝有没有动手啊 请一三叠 顶着163的请一三叠 兄弟们增加32%的伤害啊 那化身点倒 那对面得出力竞了 化身点倒五回合啊 兄弟们 我跟你说 下一回合是对面唯一的一个机会 我跟你说 下一回合对面如果指挥不敢点人 点人的话 比赛结束 女儿封女儿直接点大团官府 没有任何选择 OK 观战番也也也也想到了 对面拼死一波 我跟你说 对面这个指挥啊 那也不能说对面 指挥菜 我们我们得中理对吧 我们作为解说的话 得中得中理 只能说对面这个指挥的话 就这一回合的话 就单前42回合的话 对面这个选择的话 是有一点欠缺考虑的 就观战番的话 女儿兄为什么给对面 大团官府丢五回呢 他都觉得对面拼死一波了 因为化身倒地了 对吧 你国标队伍的话 观战番是一个点人的队伍 不可能 对吧 这么大的优势 化身倒地五回合之的时候 不点你啊 这边的话直接 对吧 在大团官府 对吧 踩轮子的时候 我直接神明晶晶五三宝宝 都要点你 对吧 对面刚刚那一回合 什么都不用踩了 大团官府踩轮子啊 对不对 直接小死白一挂就少了 真的 没机会了 真的 少倒大团官府啊 对吧 你至少能等你的化身起来 你现在对吧 化身 跟你的大团官府一起倒 观战番的话 还是有0元 1.0元 一栓岩 比赛结束 好吧 酸岩 我们来看一下地府 国标阵容的话还是 我觉得适合国标阵容的一个指挥的话 还是得敢打敢拼啊 就是说你没有那种敢打敢拼的那种感觉的话 说句心里话不太适合这种国标 我跟你说国标队伍对面女娃圈真地府 不让地府拽严 国标阵容的话真的就是走干死 兄弟们真的真的就是走干死 就是说可能说你开局优势无限大 一把小屎丸没有挂没有挂进去 就真的就前面所有的铺垫从头再来过 就如果再给你一个点人的机会 再一把小屎丸没挂中 兄弟那不好意思那你就可以出去了 对吧同样的道理 可能说我前面二十几回合 因为二十四回合有三点零元 可能我前面二十三回合略是都特别大 二十四回合大弹官府三点零元 地府三点零元了 那只要给我一把机会 我点倒你一个人 三点零元一延出去 对吧局面马上不一样 马上就是一个无辜大事 对吧 而且大弹官府可以聚见点 可以很少前进点 可以形成两回合点两个 所以说的话大弹官府这个国标这一套阵容的话 也是比较难玩的一个阵容 也是爬坡也比较容易 下坡也比较容易的一套阵容 基本上现在看大福战 很少有人 对吧 就可能小组下的时候 有人来玩一下这个大弹官府国标队伍 因为不可控因素太多 就是说对吧 小死丸啊 对不对 有没有因素啊 物理伤害够不够高啊 能不能点死人啊 不可控因素太多 所以说的话 对吧 现在福战决赛都是一稳啊 就反正我省不省能秒的动 你没罗汉我就能 秒的动 就是这么简单 就所以说的话 两个队伍的话看似比较好 就打法的话是比较好看啊 就对面队伍的话有达克 观战翻的话 伤害也不低 脸边的话看还是比较好看 只是说 对吧 可能对面 对吧 我们反正不以成败论英雄嘛 只是说单回合的一个操作 哪样的操作更加好一些嘛 OK 喜欢看泡泽视频 点个算机点个关注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 好吧 比赛是七回合 现在的比赛没有女拉姆的话 我跟你兄弟们说都是 很精彩 也打得比较快 拍一下 OK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 兄弟们这比赛的话 肯定是没有追的好吧 也不耽误兄弟们时间了